後收各位是如何儲存你的資料的 是用最傳統的硬碟儲存 還是用雲端儲存 又或者是今天要給各位做介紹的NAS儲存 老實哥哥會講你們現在所看的影片 都是用這顆2TB的硬碟在做儲存 而從2019年到今天下來 它的容量只剩下200多G了 雖然你們會覺得這樣的容量還蠻夠的 不過假設有一個專案的容量為40G好了 那其實再放4到5個專案也就差不多滿了 而且我儲存方式是使用外接的方式 來做資料上的儲存 雖然這樣做是沒有不妥 不過就怕哪天自己手好不小心把那個硬碟給摔到了 那這幾年的心血不就瞬間化為無用了 所以也就藉這個機會來建議一台屬於自己的NAS 而NAS這裡除了挑自己喜歡的型號之外 還要考量到你要裝的硬碟數量和單個硬碟的容量 主要我的NAS大多為自己使用 所以我的需求就不用像大企業需要很多的硬碟數和硬碟容量 至於我選了什麼樣的NAS 那我就直接挑到下一幕 來給大家看看我新買的NAS 那我這次買的NAS則為華雲的S3302T V2的版本 至於我這次買的則是兩個硬碟位的NAS 主要是想說我個人使用不需要用到很多的硬碟位 而且更多的硬碟位需要花更多的錢 反正之後有需要更多的硬碟位會再另外做填購 而它的外盒設計則是挺簡約的 一眼就可以看出該產品的樣子 並不會到說非常的花俏 那我接著就拆開它的外盒 來看看它裡面有什麼樣的內容物 後來這台NAS的外盒還有做把手的設計 雖然我是從下雨上面購買的 不過如果你是直接去實體店裡面買的話 或許這個把手會有很大的用處 裡面的話有它的配件盒 這個的話就等我再開給大家看 至於這個黑色物體就是這台NAS的本體的 也因為只有兩個硬碟位的關係 它的體積是真的蠻小的 大約跟我的一個手掌的大小差不多 而它裝硬碟的地方則是要先把它外蓋給拆掉之後 就可以把裡面的硬碟架給拉出來了 話說有很多NAS都是沒有外蓋設計 都是直接讓硬碟架給裸露在外的 而有了外蓋設計對於很注重美觀的人會有不少的加分 至於它的硬碟規格部分則是跟我之前接觸的電腦會有點不太一樣 首先這台NAS的CPU則是使用瑞玉RTD1619B 架構部分則是基於Aunt64bit Cortex-A55 肯定數量和頻率則為四個核心和1.7GHz的頻率 三分部分則是鋁體騎片 可言這個CPU的發熱量非常的低 至於記憶體部分則是配三星的DDR4顆粒 總能量為2GB 並且是無法讓你做擴充 然後核心的右邊還配有三星8G E-NNC 至於擴充卡的型號則為AS5302T V1.1的版本 傳輸則由SATA轉成PCIe擦拭 再來換到NAS的前置面板部分 前面板的話則是有開機鍵 電源指示燈 系統狀態指示燈 網路指示燈 USB指示燈 兩個硬碟指示燈 一個資料備份按鈕和一個USB3.2 Gen1 而換到背面IO部分則有兩個USB3.2 Gen1 一個2.5GB的網路孔 Reset按鈕 DC電源孔和安全防盜鎖孔 至於這台NAS的配件則是有電源線和變壓器 一個網路線 數顆螺絲的一張說明書 而它附贈的變壓器則是由台大電子做代工 輸出的電壓和電流則為12V 5.4A 至於NAS的整機功耗也會差不多在65W 可說是非常的省電 那再來NAS開箱就先到這裡 緊接著就直接上機使用 而這次要用硬碟則是兩顆 Seagate NAS檔 Pro 4TB來做飼料上的儲存 那這顆硬碟會這麼便宜是因為我買的是上一代的硬碟 雖然最新款的硬碟 也可以支援更多的硬碟槽數和增加資料完整性的時數 但它大部分規格跟我買的硬碟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樣的 而且它的價格還硬生生多了1700塊錢 除非你用到這些特性 不然它的上一代硬碟就已經很夠用了 那整體硬碟介紹差不多 就開始把我的NAS給架起來吧 首先把NAS裡的兩個硬碟架給拿出來 而拿出來的方式則是先搬出硬碟架前面的卡扣 接著將硬碟架往後拉出就可以順利拿出硬碟架了 然後再把我買的兩顆10TB硬碟給安裝在硬碟架上 而安裝方式則是先將一邊的卡扣拔出 然後再把硬碟塞進架子裡 並用卡扣把硬碟給扣好 至於另一顆硬碟的安裝方式也是一樣就不再敘述了 再來則是把裝好的硬碟給慢慢推進NAS裡 並加卡扣給扣上 組裝好的之後最後就是幫這台NAS接上電源 而我目前的白髮只是站直性的 之後會幫這台NAS接上不斷電系統 雖然是可以直接接試電用 不過就怕哪天停電我的硬碟就直接出現物理性損壞 嚴重一點可能連資料都救不回來了 然後就可以對這台NAS做管理了 那它的管理方式則是要先下載華雲管理NAS的軟體 至於下載方式則是透過這串網址來做下載 而這串網址我會放在影片資訊欄 有需要的觀眾可以點擊下方連結去做下載 那進到網站之後就根據你的NAS型號去做選擇 或是可以透過輸入的方式去做型號上的選擇 選好之後到Windows選項裡 把名為ACC的檔案給下載下來 這個則是管理這台NAS的程式 如果你是Mac用戶 只是要選擇下面的ACC去做下載 那下載完成之後就要把這個壓縮檔給解壓縮 並直接做安裝 原則上就一直按下一步就會幫你做安裝了 防火牆這裡我是將功用和適用給做允許 就不怕你找不到你的NAS了 然後跳出這個視窗各位也不用怕 就直接給它按確定 之後就點擊左上角掃描 就可以掃描到我這台NAS了 接著就對這台NAS旁邊的上位初始畫點一下 它就會幫你引導到NAS的初始畫面 這裡的話就要檢查一下 你的IP和NAS的需號有問題 確認55之後就直接點擊右下角的箭頭繼續 而一訂閱系統這裡就看你是否要更新到最新 我的話是因為這台NAS沒有任何的資料 所以就直接選擇自動更新的選項 而一訂閱系統更新這裡就依據你的網速 決定你更新的快慢 到這裡也就只能稍作等待 更新完成之後使用條款這裡就直接把條款的部分做勾選 然後再點擊右下角的箭頭繼續 到這裡就要準備開始初始畫你的NAS了 那因為我是第一次使用NAS 所以系統設定這裡我就直接選擇一鍵設定 並點擊右下角的箭頭繼續 然後這裡的話則是設定你的NAS名稱和登錄該NAS的帳密 這裡就根據你的習慣的名稱去做輸入 就不再多做敘述了 然後右邊的儲存空間需求則是設定硬碟的RED RED0的話則是將兩顆硬碟設定為最大容量 也就是8T左右的容量 但缺點是如果硬碟你的答案不一定是損毀 那你硬碟你的答案也就跟著沒了 而RED1則是將一顆硬碟設為常用硬碟 另一顆則是設為備份用的硬碟 不過缺點是硬碟的容量就硬生生少了一半 就只剩4T左右的容量可以使用 那我這裡則是要確保資料不要因為意外而導致資料上的損失 所以我就選擇將NAS組成RED1模式 至於下面的快到備份我只是把它給勾選起來 雖然我的NAS有RED1的保護 不過就當作是另一份保障 如果連ADN系統都出問題那可是很麻煩的 好了之後要記得勾選我詳細閱讀並確認上述之情況 勾選完成之後就點擊開始出實話 而這裡的話就等NAS自己去做設定 一樣就等他一下 注射NAS這裡則是可以透過電子郵件來通知你NAS的狀況 這裡的話我之後會找時間注射NAS帳號 所以我就直接選操作註冊 然後接著再點擊右下角的箭頭繼續 並點選開始 安全續續是這裡則是要更改你IP後面的尾數號碼 也就是號碼後面的那一串數字 這裡的話一樣我會另外找時間去做更改 就不會是各位現在所看到的IP位置 那我就直接勾選我了解該風險並點一些確定 然後導覽這裡則是針對第一次使用NAS的觀眾做簡單導覽 那因為我是第一次使用NAS 就來簡單的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則是會不會跟其他人共用NAS 原則上這台NAS都是我自己使用 就選擇持NAS只有我自己使用 而到這裡則是教你如何建立共用資料價 那一樣就依照他的指示去走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至於電腦的檔案管理這裡 我是選擇直接透過電腦的檔案總管存取NAS中的資料 也就是說可以透過Windows檔案總管上方的網址 輸入設定好的IP位置就可以做檔案上的傳輸 就不用另外再進NAS系統了 再來則是問要不要開啟不同地點存取NAS資料 這裡的話我是選擇想要隨時隨地存取NAS資料 那因為這個步驟需要電子信箱 所以我就只好免為期來註冊我的電子信箱 註冊完之後我就順便把NAS的通知給打開 如果之後NAS有問題就會發信一件通知 我就可以對NAS採取下一步的動作 最後網路防護這裡我則是把啟動自動黑名單做開啟 之後如果遇到駭客入侵我的NAS 就可以在第一時間封鎖該IP 對資料來講會有更好的防護 那引導部分大概這樣就到這裡 原本上我對這台NAS會有基本的操作概念 之後有需要加開功能會另外再做開啟 而到這裡我的NAS大概上都已經設定完成了 那我這裡就簡單是Windows的檔案總管 傳檔案到我的NAS 話說我也挺好奇 如果把這個將近25G的檔案移動到我的NAS 會需要多久的時間 那整個檔案移動到我的NAS 我的上傳速度就來到75MBps左右 雖然離正常的100MBps的網速還差了不少 不過這樣的傳輸速度也已經夠快了 而這樣上傳下來總共花了5分36秒 這上傳時間還算可以 至少比我之前用手機熱點傳檔案到雲端 還要好上不少 然後我也稍微嘗試能否在NAS上做開啟 而開啟這些照片和影片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均可以正常的預覽 至於手機段這裡我也試過 是可以打開由電腦端上傳的資料 只有手機有拍任何東西 就可以直接丟到NAS 就不用再靠數據線來做資料上的傳輸了 那到這裡NAS的設定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我們還想說設定NAS 會有很多繁瑣的程序 不過好在設定下來都還挺人性化的 除了一步一步教你設定之外 也不需要打任何繁瑣的指令 對於我剛入手NAS而言 操作起來可說是行於流水 至於原本那個存了很多資料的兩T硬碟 之後會找時間慢慢上傳到我的NAS 沒意外的話應該會是一個大工程 但話說上傳的這些答案到NAS 也只有時間快慢的問題 通常只要先扯到上傳而下載速度問題 結論就只有一個字 等就對了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就在留言給大家喜歡 然後別忘記訂閱我這個頻道 然後各位想要繼續追蹤我其他社群 就麻煩點下我VIG和下品牌場的追蹤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那就大家掰掰